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感谢主这又是 今年我第二次有这一个机会 来到我们的教会一起来敬拜 各位弟兄姐妹 水是向低处流 人是望高处爬 这是本性 这是天性 我星期四一大早五点钟 回到DFW Airport 从中国的宣教回来 每次我进出中国 碰到很多弟兄姐妹 还有传道人 那社会上的又更多了 虽然没有接触 但是这个现象 大概每一户每一家都非常的关注 就是儿女的教育 差不多可以走的都走了 你们可以走的都已经出来了 现在不仅如此 二十年前大概都是大学本科硕士生才出来 现在十几岁 所以teenager就出来了 比比皆是 常常被问起 谢牧师你在美国多年 你有什么看法给我们做参考 前两天我刚收到WeChat一个短信 是一个农村的传道人传过来的 他要征询我的看法 我现在还没有答复他 他说我只有这个儿子 在一个学期 明年的夏天 初中就毕业了 我不想让他留在中国受这个教育 我希望把他送到美国去 你有什么看法 各位你有什么看法 你为什么来这里 动机目的大概很复杂吧 但是底下这个答案应该大家共通的吧 就是希望明天比今天更好 希望你的下一代比你这一代做父母的更优秀 是或不是 这是天性 这是自然 也是值得鼓励 这样才会各方面才能够进步 但是不要忘了 我们所追求的更好的 也不过是地面上的物质的层面 我不晓得怎么给这些国内的朋友 弟兄姐妹 甚至于传道人 什么建议 我不敢随便给 但是我有一个观察 给各位做参考 可能也包括你在内 中国的家长把他们的下一代 当白老鼠在做实验 他们的这下一代走一条 他们的父母从来没有走过的一条路 是好 是坏 是对 是错 40年 30年以后再说吧 就可以看见今天所撒的种子 30年 40年 在你的儿女的身上 要收什么样的果子 请记得一个原则 天下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 你为什么可以得到PhD 因为你付出代价 You must pay something 同意吧 你要你的孩子受到好的教育 你一定要付出一个代价 不是人民币 人民币好说话 这个没问题 而是在人民币以外的 你要牺牲你的亲情 牺牲这个孩子 Teenager Adolescence 青春期的时候 正是需要父母在旁边来扶持他 有父母在旁边 他不一定还长得好呢 何况没有父母 你基督徒还要考虑 最重要的 不是是不是读哈佛的PhD 只要人民币准备的足够多 叫他专心去读书 不要想其他的 他可以得到PhD在哈佛 同意吧 但是哈佛他的信仰 哈佛他的人格 他的品德 这是一般人所忽略的 但是基督徒在这个大流里面 大潮流里面也一样的 他认为我天天祷告 我的孩子就会好 不错 神要保守 但是做父母要有责任 但是我今天不要讲 不需要讲这一个题目 我提供给他们这一些答案 是要让他们从另外 更宽广的角度去思考 而不是告诉他们 Yes或No 送出去或不送出去 没有 这是他们自己做决定 但是他们只是单方面在思考 所得到的非常的偏差 和狭窄的资讯 追求卓越 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付出代价 今天我们来看看保罗 他也一生在追求卓越 他所追求的 不是现在我们所谈的一个学位 或者是income有六位数字 住豪宅 开双V 拿Apple 10 不在这个 而是他追求的 就在鼠灵的里面 无价之宝 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 看看保罗一生如何追求卓越 我们先把一个结论说在前面 保罗这个人如何 在鼠灵的境界上面 我想你我都该同意吧 除了耶稣基督自己以外 接下去要数的一个鼠灵的领袖 榜样典范 大概是非保罗莫属了吧 他写了十三卷新约的书信 现在我们每一天所诵读的 教会的规章 弟兄姐妹基督徒的生活的准则 都是从保罗的书信得来的 他对我们的影响是这么大 对基督教的贡献 是这么样的长远 他是我们效法 学习模仿的对象 但是他却是一生在追求卓越 而没有止境 一直到他离开世界那一天 还在追求那何况你我 那该如何努力来追求 所以现在我们就刚才所读的这一段 菲利比书所记载三章十二到十四节 我们来看保罗 他如何来追求卓越 我要请各位细细来看几节的圣经节 这里圣经节告诉我们十二节 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 已经完全了 第十三节一开头也这么说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你说保罗没有得着 那谁能够有得着呢 在属灵的里面 对不对 刚才我们说了 他是我们的榜样和典范 除了耶稣以外 他就是最优秀的一个 他说他没有得着 那你我呢 如果他没有得着 那我们什么也都没有 你看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这就是他的人格特质 很重要的一个人格特质 我们知道保罗几乎拥有 属灵的一切 除了耶稣以外 但是他说 我不以为我已经完全了 I'm not complete yet 还没有完全 他有但是还没有完全 所以第一个他的人格特质 就是他非常的谦卑 而不自满 各位弟兄姐妹 在物质的追求里面 要知足常乐 但是在属灵的境界 就不能说我够了 够了 如果你是这样说的时候 就是你在灵性开始 堕落的那一刻了 所以保罗 他说我就属灵的光景来说 你们看我好像很伟大 很厉害 但是我知道 远远离开耶稣 该要我们达到的境界 还差十万八千里 所以你们认为我很厉害 但是我自己都知道 我不敢自夸 我不认为我已经完全得着 这不是保罗故作谦卑 他是真正的实实在在的 灵里面的谦卑 因为他这样不自满 所以催促着他 有一个动力 他要一生追求卓越 他也说他要以 得着耶稣基督为 至宝 所以他一生 都是在追求 所以我们也要向他笑法 我每一次进出中国大陆 回来我就觉得 我又长进了 你们觉不觉得 我上一次来 跟现在好像不太一样 而这是真的呀 每一次都要学习信心的功课 比如说很简单 吃东西你们都知道 早期我去的时候 十七年前 两千年是住窑洞 要什么没有什么 现在呢 就不一样了 不必住窑洞了 住五星级 四星级的宾馆 是他们接待我的呀 对远道来的老师 这么样的恭敬 你不要什么 他们都有什么 已经是完全不一样 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在物质上面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但是每一次 我都要学习很多信心的功课 吃的问题 真的要凭信心 过街的问题 还凭信心 每一次我都能够平安的出来 我就感谢主 我又出十入生 所以信心就大增 这不是随便说说开玩笑的 这是神特别祝福的一个恩典 能够平安 没有事情这样子出来 你不觉得 我深深的觉得 因为我们的任务不同 我们的身份不同 我们的目标可能不一样 你回去是观光的 回去是探亲的 我回去是要拯救灵魂的 要教导这些传道人 如何来讲道 如何来做个人步道 每一次我都要非常地小心 所以我现在说开来了 所以我把你当作我 知心的弟兄和姐妹 不要往上抱 知道了 为我祷告了 安全第一 你要知道现在 在三次教会 你每一个教会 一定要装摄像头 知道了 摄像头 谁进来 看得清清楚楚 买一张车票 都要识名字 你的名字就在上面 住宾馆就登记 他就知道了 你这个某某人 跑到哪里去了 所以这是事实 所以请各位一定带导 但是我们也相信 神足够能力来保守 看顾像我这样的一个人 谦卑 不自满 如果一个人 他自满 在属灵的光景里面 他就自益 自大 骄傲 他开始就不长进 一不长进 就像人 不再继续的 细胞分裂成长的时候 大家一定就老化 最后趋向 死亡 就是这样 你看老底家的教会 不就是如此吗 他以为他什么都有 样样都富足 但是他不晓得 他是在神的眼光 是最赤身露体 最穷乏 什么都没有的 所以他就开始堕落 物质不错 他很富足 但灵里面 他 nothing 烂 没有 所以他堕落了 所以第一 谦卑不自满 这是保罗追求卓越的 第一个人格特质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他继续又说 你看十三节 就是我只有一件事情 换理句话说 他人生的后半段 只有一个目标 就这么一件事情 只有一个目标 所以他要努力去追求 达成这个目标 所以他的第二个人格特质 追求卓越 就是专一不分心 不容易 现在的人 跟上一代不一样 不要说上一代 二十年前你自己 今天来到教会 师会在这边 说的第一句话 屏幕打出来的 第一个提醒是什么 请关机 请关你的手机 现在的孩子 不要说你的孩子 连你自己 那个attention span 就是注意力不到五分钟 你不相信吗 全家现在出去吃饭 到饭馆就很清楚了 夫妻两个 带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四个人 各聚一方 然后开始做什么 大家都开始把头低下来 你划你的 我划我的 有一口没一口 就这样子 没有手机 他们就活不下去了 不要说孩子 你也是如此 所以不能够专一 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做任何事情都要专一 滴水才能够穿实 不要这样吃着说 我是天才 你不专一的话 什么东西都学不到 你说我不读书 那要去打篮球那也好 你就像那个要命的那个嘛 中国不是出了个头很高的那个要命的吗 那是我们中文的发音叫姚明 美国人说什么 要命要命 听起来真是要命 如果你不想读书也罢 但是就学他嘛 你看 专一啊 做事情一定要专一啊 你不要小看他呀 虽然他不想再多读书 但是他这一招 为他如果以财富来说 哇 他可以说是非常的成功了 你看他的那一只脚一伸出来 什么 This is Nike 哇 几千万就入了他的荷包 你的脚伸出来看看 狗都不想闻啊 所以不要小看那个行行出状元 为什么会出状元 一定要专心专一 这是波尔的法门 不要这样是你自己的聪明 我就想起谢师母 可能很少人认识谢师母 谢师母不会逼我聪明 这个有没有录音啊 我们只中宫内部参考就好 谢师母不会比我聪明 换一句话说 我不会比他笨 但是 他比我早拿到博士 他的音乐博士 Why 专一 他 Do one thing at a time 他要休息 躺下去 说他要休息 他就开始休息了 15分钟起来 椅子一翻 就开始了 就定心了 就开始做他的工作 我半个钟头 枕头都还没有服好呢 他已经 专心了 保罗 就是不自满 谦卑 而且他专一不分心 他只有 这个引起他的兴趣 一生要去追求 所以他只有这么一件事情 只有这么一个目标 所以他说他竭力追求 竭力追求 在我们字面来说 这个人很努力 日以继夜 这样不错 是这样 但是原文的意思 可不是这个样子 更深 原来这个原文的意思 这个原文跟逼迫 这个词是同一个字 腓力比书三章六节 等一下我们会看 保罗说 以前我是逼迫教会 那个逼迫 迪阿卡 就是这一个词 在这里把它翻译 做竭力追求 是保罗专用的 他在他所写的书信里面 迪阿卡出现了 两个翻译 一个就是逼迫 一个就是竭力追求 这样理解了 所以在这里 保罗所用的是竭力追求 那这是什么 这是指在打猎的场合 用的一个词 打猎的场合 就是他专注追一件猎物 不受其他的猎物的干扰 我今天要去打兔子 一只鹿跳过去 我不动心 我就一直追这个野兔 一直到把野兔打到 这样理解 他有一个目标 就是一定要达成这个目标 专一 现在谢师母在干什么 今天早上一大早起来 平常是六点钟左右 今天到教会晚一点 他七点起来 他第一件事情做什么 八点到九点 他说我要练琴 他现在自己自学 他是西南金系会神学院 圣越图书馆馆长 兼圣越系教授 写了翻译了 差不多十本圣越的书 对圣越界贡献很大 各位在圣越上面 可能就会认识他 我就是他的丈夫 人家介绍都是这么介绍 无名无姓 就说我是谁 说This is Dr. Xie's husband 那英文这样介绍 还是比较容易接受 中文怎么介绍 这一位就是谢师母的先生 叫做谢牧师 他专一 准时每一天 每一天晚上 如果你到我家来 八点到九点 他就有organ time 风雨无阻 星期六八点 一定到学校去练琴 风雨无阻 专一 所以他自己可以练出一些东西来 所以我就从他的身上看见 他是竭力追求 一直要达到那一个目标 而不放弃 这叫做竭力追求的意思 所以保罗这一个心智 让我们看见 不管他在这里所用的是打猎也好 而他常常用的一个比喻 就是在竞赛的赛跑的场合上面 也是一样 盯紧了那个最后的目标 冲刺 专一 竭力达到那个目标 所以这就是保罗 两个很重要的人格特质 谦卑不自满 专一不分心 所以他能够追求卓越 那他还有一个秘诀 就是记载在十三节 十四节这边所说的 我们来读一次好吧 十三节十四节 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什么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着 向着标杆之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 这里至少有三个dimension 三个direction 三个方向 三件事情 就是他追求的一个态度 第一 他说要忘记背后 这是什么意思 忘记背后 把事情忘了嘛 想开一点 不要再去想它 忘记背后 那么容易吗 上帝在我们人类啊 只有记忆 而没有忘记这样的机制 这样的功能 人脑不像电脑 一个键一按 erase 什么都没有了 不会的 他只有记忆 而没有忘记 那倒是有许许多人 他是选择性的记忆 你欠我的 我永远忘不了 我欠你的 有吗 有这回事吗 选择性的记忆 和选择性的忘记 自然的不会的 否则就是他退化了 老人痴呆了 忘了 记不得了 不然 神的创造 不会忘记 那 保罗在这边 要我们忘记背后 不就是跟神的创造 相冲突违背吗 什么叫做忘记背后 今天我们要特别来强调这一个点 什么叫做忘记背后 我要请你来看 腓立比书第三章 由保罗自己来解释 他说的 什么叫做忘记背后 这样就是最正确的 好 请你翻开到 前面这一页 腓立比书第三章 所以从第一节开始 是保罗来到晚年的时候 他在告白 confess 他在告白 过去年轻的时候 所做的这些事情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历史 我68岁 所以有68年的历史 你20岁 20年的历史 每一个人或长或短 都有历史 我老爸爸刚刚过 99岁生日 进入100岁 他有他的历史 这些历史就是发生在 我们每一个个人的 继承的事实 它存在的 所以不容你去否认它 不容你去扭曲它 不容你去把它擦脂抹粉 不容你逃避 你不会忘记的 都存在的 何况圣经告诉我们 神早就把我们都记录得 清清楚楚了 你故意忘了到天上去 他不会忘了 他就给你看 你的一生就是这样子的 继承的事实 所以保罗在这边坦承 他年轻的时候 得意的时候 做了一件非常得意的事情 那就是要替天行道 保罗 他是法利赛人 他是犹太人当中的犹太人 很纯种的犹太人 这样理解吧 犹太人是最看重他的血统 保罗就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 是精英分子 精英 他是当年最有名的加百列 而且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孔子 他就是高材生 保罗就是他的高材生 保罗是这样的优秀 他又是在罗马帝国的外国 不是在巴勒斯坦这一块地 出生长大的 所以保罗相当于我们今天的 华人在海外一样 他就是油桥 对吧 我们叫华桥 他不叫油桥吗 你有一本蓝色的passport 他有一本什么颜色我不知道 他印的就是 大罗马帝国 所以他可以自由地穿梭周游 在地中海四周 这是他的特权 这是他的条件 所以他可以有这个能力 不仅有这个特权 他还有这个能力 知识学问都是一等的 可以到雅典去 跟这些哲学家去辩论 可以写十三卷书信 这就是保罗 他回忆他过去 做了一件翻天覆地的事情 而且他竭力地追求 要达到这个目标 就是要把基督教的信仰 从这个罗马帝国里面 要赶尽杀绝 所以他也去做了 也逼迫了 我们都知道他的历史 现在他归信了基督了 如果有人要把他的过去 叫做奇迪 把他的迪掀出来 以我们现在的术语叫做 什么什么什么 没有 他勇敢地面对和承认 但是他现在 整个转变过来 当时他认为是替天行道 而且差不多可以要得到了 达到这个目标 现在他说 那个与我什么 有损 看作像粪土 那现在以前的 把耶稣当作奋徒 是渣宅 木匠的儿子 希望把他从这个世界 把他插销掉 现在把他以得到 这个为黄金至宝 而且一生来服侍他 传福音 最后因此训道 那保罗为什么这样的转折 这就是他最好现身说法 来说明什么叫做忘记背后 以前他看为就是最重要的 替天行道 那是他站在地面上来看 站在今生今世来看 站在物质的层面来看 站在短暂的这个时间里面 有限的空间里面来看 站在一个罪人的立场来看 觉得这就是我应该做的 替天行道 轰轰烈烈 你看追求世界上的这些财富 这些权位 不就是今天我们一起在敬足的吗 他没有否定 他没有拒绝 他没有不承认 也没有为自己辩护 现在 他说那个对我来说 那个时候是 我要追求 现在哪 就像丢掉都来不及的那种粪土 以前不想跟他沾边的 要把他消灭掉的 耶稣基督的信仰 现在把他奉为 他一生要来传扬的一个目标 最后为他来殉道 这就是说明他忘记背后的意思 现在 就是这个意思 他现在站在一个属灵的高峰 站在一个永恒的地位 站在一个属灵的 站在一个天上的角度 站在一个永恒的角度来看 这件事情 那那些都是粪土 只有耶稣基督为止 好像各位什么叫做 忘记背后应该可以知道了吧 有一对年轻的夫妇 他们就搬家来到一个新的地方 把家安顿好了 他们就很勤快从家门口到路边草地上 就把他铺了一道水泥道 像这个这么大小 来到信乡旁边 这样好 方便出入 工作完毕了 黄昏了 休息 不久叮咚叮咚 听到有人按门铃的声音 打开一看 有一对年长的夫妇 和蔼可亲 满脸笑容 站在他们的门口 对他们问候说 我们是某某人 我们就住在你们家的对门 欢迎你们 搬到我们这个社区 跟我们做邻居 如果有什么需要 我们很乐意帮忙 你就来找我们 这里有两条鱼 我们刚刚钓鱼 给你们做晚餐 他们就告辞了 这对老夫妻一告辞了 他们一看 哎哟 我的天 刚刚抹平铺好的 一条很漂亮光滑的水泥道 现在怎么样 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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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行又深又丑的脚印 这个先生很生气 如果不看在这两条鱼的份上 找他理论 拿着工具 我赶快要再把它抹平 太太在旁边 你不必这么做 留这个脚印做纪念 以后每当我们看见这个脚印 就提醒我们 人生地不熟的时候 我们最需要有人来帮助我们的时候 有一对有爱心的长辈 适时伸出援手 这叫做旺季背后 原来是破坏的脚印 现在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 爱心的记号 各位听懂了 不要刻意去抹杀 不管过去你是得意的还是失意的 已经成为历史的事实 以前你是没有信主的人 你的价值观 生命观 世界观 就是这样子的 在伟大还抄不出地上的这边打滚的这一群人 所以你看那些东西 都觉得特别的宝贵 特别有意义 努力去追求 那是过去 现在你已经信主了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你是新造的人 有新的人生观 新的价值观 新的世界观 站在一个高原在看事情 站在永恒的角度 站在属灵的角度 站在圣经的立场 站在神的真理的里面 来看相同的一件事情 就有不同的意义 这叫做旺季背后 现在呢 有机会到处走走 你就看到世界各地都在建高楼 台北101现在不够看了 上海更高了 北京更高了 杜拜更高了 我们想一想 创世纪十一章就 造了巴别塔通天 所以现在盖高楼 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我们老祖先几千年前就干过了 对吧 我们站在高楼的前面 不得了那样抬头仰望 还看不到那个顶尖 是吧 是不是这样子 够高了 你看这些人可真厉害 从我们的角度实在是这个样子 我们显得这么渺小 有一天上帝出来走一走走一走 看 这些人怎么吃饱饭撑着呢 那么无聊没事干 在这个沙地上面呢 今天插了几根牙签 我们看的是通天的高楼 上帝看的是几根牙签 角度不同 意义不一样 忘记背后 你故意压抑 一定忘不了 现在你站在 更高的一个立足点 你看得更远 你不仅看到过去 看到今天 还会看到将来 有一天你要进入永生 新天新地 今天的这一切 意义就全然不同 这叫做忘记背后 保罗的第二个面向就是 忘记背后 就是要努力向前 很多人忘记背后 但是他在原地打转 很多人就戳脱 浪费了他的一生 所以保罗告诉我们 他还有第二个秘诀 也就是你忘记背后了以后 一个目的 就是要向前奔跑 我们人生 是只有向前 没有退后的 一转眼 已经过了百年生 换一句话说 我们天天要追求卓越 只有向前 而没有退后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他说要努力面前 有人很努力 但是他不是努力面前 他偏偏 天天都在想过去怎么样 过去怎么样 过去怎么样 这些都不能够让我们快跑向前 这里讲到这里 就想到希伯来书12章告诉我们 我们要脱去 容易缠累我们的一切的重担 一切的罪 对不对 才能够奔跑 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是吧 保罗善用这个人生 就好像我们在竞赛 竞赛跑一样 你看到那个白米的冲刺 这些 短跑的剑匠 他衣服身上可以穿的 已经是最少了 不能再脱了 减轻他的重量快跑向前 讲到这个我就想起六十年前 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学校是六十周年的校庆 今年是一百二十年校庆 所以我那个小乡村 那个学校 是全台湾第四老的 第四个老的 第一个台北老松国小 过去全世界最大的小学 一万多人 现在剩下六百个学生 大家都不生孩子 我念的那个小学 大西国小 大西在哪里知道吧 台湾来了就知道 池湖知道吧 有两个姓蒋的总统 就是葬在那个地方 所以我的家乡是 地灵怎么样 后面这个形容词不是说我 但是我就从那边出来 六十周年 那我就代表我的班去跑 那个六十米的那个短跑 你看我代表我的班上去跑 枪声一响 我真是竭力追求 最后跑得第四名 你知道为什么吗 六十年前 大家都是打赤脚 我家穷的只能穿皮鞋 你不要以为我家很有钱 因为我爸爸做皮鞋的 我不穿皮鞋 那就没有鞋子穿 我爸爸说 要保护你的脚 那个都是那个碳穴 梅渣 跑道是这样的 那个六十年前 那你的脚会受伤 穿一双皮鞋 总是好 所以我穿一双皮鞋 为了保护我的脚 却成为我的重担 各位 你认为成为你的重担 都是负面的东西吗 违必 有时候受羞辱了 我们反而受刺激 能够向前 很多好的东西 成为我们的绊脚石 一双皮鞋是保护我的脚 是好的 但是成为我的重担 至少我也可以跑前三名 可以得奖 现在拼命跑得第四名 归因于那一双 保护我的皮鞋 各位弟兄姐妹 努力向前 把过去的一切 不管好或坏 转移它的意义 改变它的意义 然后就不要顾虑 努力向前奔跑 人生有一个目标 有一个方向 就是向前 有一个目标 才有努力的一个动机 和动力 我们才不由于 第三个面向 它说要向上仰望 因为我们的奖赏 从那边来 你看左右这一些 就会受干扰 影响了你的注意力 前几天 在飞机上 从台北要飞到 西亚特 十几个小时嘛 所以我就 吃过饭 我就看一部电影 那部电影的情节呢 是三个女孩 高中同学 很要好的朋友 一起出去 晚上很晚的要开车回家去 驾驶的这一个女孩 在山路上面 哇 大家有时候有效 非常的开心 一切都非常的顺利 但是没有想到 突然间 一失神 撞到悬崖里面去 坐在她旁边的 最要好的同学 摔死了 从此以后 这两个女同学 这两个女孩子 心里就有罪恶感 特别是开车的这一个 后来她自己告白 说她一边开车 一边抽烟 把窗户打开一下 烟地这样丢出去 你看这个动作 几秒 就出车祸 她没有看 前面 或者说没有专心 很容易就受分心了 现在你不要说text 不要说接手机电话 那完全是分心的 保罗自己也知道 在这个地面上奔跑的时候 权力 名望 地位 财富 都是时时刻刻 像一条绳索一条绳索 就缠绿着我们 让我们分心 诱惑着我们 稍不留神这样 一两秒钟 眼睛一离开你的方向盘 一离开前面 就出车祸了 所以这个女孩子 就被判过失杀人 不是过失杀人 而是有意杀人 我们在跑这条路的时候 也是如此 不可能是花香长蔓 刚才我们不是唱了 感恩的歌吗 玫瑰也有刺 我们也看到很多 好山好水的地方 流连忘返 或者受了这些 恶劣的环境所搅扰 我们就差不多要放弃了 保罗说这样 你没有办法奔跑 一定要向上仰望 看着那个荣耀的奖赏 我们如果看这个地上 我们会很 就万坦了 是不是 我回台湾去 我那些同学听到回来 吃饭吃饭 老同学 有一个同学会 刚刚上个礼拜六 你在做什么 你在做什么 都退休了 该有的都有了 那老谢你干什么的 我现在还在工作 怎么那么拍名呢 命怎么那么苦呢 到现在 我们五十五岁 已经退休十几年了 你六十八了 还要再做 那你们没有 你在干什么 没有退休吗 我这个是不 没有退休这件事情的 今天我们的牧师 我看到那个才知道 荣修 但是他继续要奔跑 只是这个职位 不再负责了 转另外一个职位 继续地奔跑 没有所谓退休 不退休的这件事情 我做到我不能再做 我向神祷告 我向我爸爸这样就好 一百岁就好 我不贪心 一百岁 可以跑就跑 这是一条 马拉松的长袍 不是白米的短袍 冲刺 所以你前面跑得不好 不要灰心 长袍是讲究 毅力耐力 谁能坚持到底 龟兔赛袍 故事你知道吧 但是我们都知道 讲给我们的孩子听 讲给我们的学生听 但是每一个人 天天都在做兔子 没有一个人 愿意学习做乌龟 所以这乌龟赛袍 的故事会一代一代 又传承下去 所有讲故事的人 都变成兔子 没有一个人 愿意做乌龟 这是龟兔赛袍的 一个结论 所以各位 我们也是这个样子 要看我们的耐力 到有一天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 他就会给我们奖赏 所以这边告诉我们 有一个奖赏 是从天上来的 我要再请各位 回到第十二节 最后这一个 我们说完了 大概就可以做一个结论 十二节最后一句话 我们看一下说 保罗是竭力追求 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 所以得着我的 然后还有小字 所以两个不同的解释 都是对的 首先第一个 照着这个大的字来说 得着基督耶稣 所以得着我的 是讲过去已经完成的 保罗被耶稣基督得着 透过耶稣的救恩 保罗悔改了 成为神的儿女 现在成为神的仆人 传福音的实则 这是过去式 已经完成了 Complete already 这是讲到救恩 讲到诚意 所以我们一得救一信主 这已经过去 二十年三十年 或三年五年之前 如果照那个小字来说 那个意思就是说 保罗现在因为耶稣救了他 就有一个目的 要得到耶稣 要他去得的 这样理解吧 所以保罗就是做 耶稣要他去做的 把福音怎么样 向外邦人来传开 所以保罗第一句话就说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 已经完全 所以not complete yet 所以第一句话讲的 就是救恩已经完成 称义已经完成 这是耶稣做的 现在我得救了 我保罗有一个责任 成圣尚未完全 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样 你可以回忆什么时候得救 神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让你就得救 一次就够了 清清楚楚 接着下去 就是自己的努力和造译 神要我们慢慢成圣 远离罪恶 过圣洁的生活 慢慢向他 这是一生之久 所以保罗说的就是这一个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应该完成小字所说的 耶稣已经得着我们 这是大字的 大的翻译所说的 小字所说的就是 现在我们有一个使命 耶稣救赎的这一部分 他已经完成了 现在接着就是我们的责任 每一个基督徒开始要奔跑 奔跑这条天路 直到跑完 耶稣要我们跑的 有没有达到那个终点 达到那个目标 所以就是这一句话的意思 如果像保罗那样达到终点 走完他当然走了 目标达成 奖赏就来 从天上来 而这一个从天上来的奖赏 就是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 一路陪伴着我们 他又是救赎我们 给我们有资格 能够参加这个人生的赛跑 成为基督徒 他救赎我们了 给我们有这个资格 所以我们领了这一个资格 开始跑人生 基督徒的这一条天路 不仅如此 他也一路相伴 与我们相随 我们跌倒 他拉我们一把 我们泄气 他鼓励鼓励 我们信心没有 他替我们打打气 一路陪着我们 我们不跑了 他再把我们拉回来 用各样的方法 所以他一路相随 最后颁奖的时候 你又有看见他 他站在你的前面 要把这个奖赏给你 所以这就是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 因为他救赎 我们每一个人才领得资格 可以来参加这个赛跑 因为他一路来伴随着我们 透过圣灵 所以我们就有力量 虽然脚步慢 跌跌撞撞 但是他就帮助我们跑完这一条 最后我们跑完 他在终点线 替我们鼓掌 替我们打气 替我们加油 然后给我们奖赏 颁奖 你羡慕不羡慕啊 这就是保罗今天所告诉我们的 所以保罗来到最后 在第四章他怎么讲 他说你看 在提摩太后书 抱歉是提摩太后书 说没好的仗怎么样 已经打完了 当跑的路跑近 该信的道已经守住 如今他可以安然回到主的面前 领受那个奖赏 所以今天我也看到 我们的前辈张牧师 坐在这里 如果用保罗的今天这一个 我不晓得张牧师 这几天要退休 我想今天这个信息 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适合 特别对张牧师 真是我感谢主能够把这篇信息 也特别祝福张牧师 他当跑的路 该跑的有一段 跑完了一个阶段了 该打的仗 美好的仗打过了 信的道守住了 现在他退而不休 是转换跑道 就像保罗一样 一生竭力追求 追求卓越 深深祝福张牧师 我们一起地度祷告 我们的信息讲完了 圣灵在各位心中动共 你如果是有资格 来跑这一条属天的竞赛 你是基督徒 你就向神祷告 学习像保罗这样 听道行道 学习他谦卑不自满 学习他专一不分心 学习他要 用永恒 用属灵 用从高天上面的 这个角度 来看世界上的一切 万事万物 所以他就能够 不受过去的这一些的 羁绊 也不骄傲 也不自怜自爱 他就努力专一地 不分心 要跑完他的全程 领受从天上来的奖赏 这也是你我 最渴慕 一生努力 所要达成的 你用简短的一分钟 向主再次觉知 听道行道 再给我一分钟 我要帮助 还没有信主的朋友 如果你受了感动 你要追求卓越 你要有一个方向 要主耶稣基督来帮助你 你今天可以打开心门 说主耶稣啊 我需要你来拯救我 给我一个新的生命 赦免我的罪 能够由这个资格 来跑我下半生 人生的道路 就是基督徒的 属天的道路 你就帮助我 像你帮助 在座那么多 基督徒朋友一样 如果你今天这样祷告 你来做一个表示 绝志 救恩领导你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直接来邀请 你愿意接受救恩的 不管你来了多长的时间 或今天刚来 你受了感动 你在人生上面 要追求卓越 需要主耶稣基督来帮助你 你跑得很累很辛苦 耶稣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但是你要接受祂 承认祂是你的救主 你愿意接受祂的 成为你的救主 你在周围举手挥一下 好不好 让我看见我来帮助你 教会的牧师也可以帮助你 有没有 我盼望每一个人离开教会 都已经得救 我再问一次 你没有这个机会 表明要信耶稣 今天就是一个机会 你把手举起来挥一下 我看见了 我就为你祷告 我再问最后一次 有这样的朋友吗 如果你心脏开始跳动了 手心冒汗了 你应该举手 好 感谢主 终于有人举手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我再问最后一次 我想不止一位 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 好 那照例 我还要再麻烦张牧师 恭敬地邀请你上台来 为弟兄姐妹他们决志要来行道 还有有一个姊妹 这个姊妹请你站起来好不好 让张牧师来为你做决志的祷告 好不好 举手愿意 好 我们鼓掌一下 把荣耀送账归给主 好不好 如果你愿意站起来 来接受救恩 现在仍然可以站起来 好吧 好 非常谢谢 我们低头我们同心的祷告 我们 亲爱恩主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就是我们的榜样 你来到这个世界上 你有个目标就是 为我们的罪过来 被钉在十几架上 你一直的往这个 不要干直跑 我们看到你为我们的缘故 培萨一切的 那个天上的 全病 那个天上的享受 来到这个世界上 请救了我们这些 愿意信靠里的人 我们感谢主 今天我们看到 有姐妹举手 她要决志来信靠里 我们求礼赐福给她 看顾她 让她这个 熟灵的生命 继续地在她里面成长 让我们看到她 也是跟我们 是同路人 一同地跑 在天路 让我们在天路上 更多地享受到 主耶稣基督 你自己 让我们这些 已经信靠里的人 我们就 上着你给我们的 标杆直跑 直到我们 见你 面的那一天 我们从 你的手里面 达到赏赏 达到 公义的冠冕 达到 这个生命的冠冕 我们感谢你 你用使徒保罗 做我们的榜样 让我们实时 每天的 多多依靠你 每天的 把你的 所达到 我们的真理 活在我们的 生命里面 我们的 家庭生活 我们的 机场生活 我们的 学校生活 我们的一切 都照头给你 我们求你 让我们 能够 脱去 那些 你不喜欢的 拦阻我们 奔跑的 动事 我们 感谢你 你的圣灵 才才与我们 同在 带领我们 逛家我们 指导我们 我们的 祷告 是奉 主耶稣的 名求 阿们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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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